1997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纪记忆项目》名录为《朝鲜王朝史录》收录了一大批历史文件,其规模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这一史录包括888本书,共计1894选,涵盖朝鲜王朝历史中的472年。 从太祖李承贵统治时期到第25代君主折宗五米天一楼,每一卷实录厚达1.7厘米,若所有书卷均叠放在一起,高度可以十二层公寓大楼比肩。 实录的内容也丰富多样,这些书籍中包含了对朝鲜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的详细记录。 对朝鲜王朝第一代到第二十五代君主的日常生活也有详实记载。 八位修士官一天二十四小时轮流陪侍君主身策,记录君主日常活动的所有细枝、慰藉,包括他的饮食、修学和惯性习惯。 朝鲜王朝实录为何记录看似如此巧碎的内容? 按照朝鲜王朝记录所记录的君主日常工作习惯,君主通常事物繁多,不堪重负。 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才能就寝。 据说,朝鲜王朝第十四代君主、宣祖认为难以应对自己没完没了的日常工作,曾说过,快来救朕,无命,休哀。 若朕,若朕得救,定立国立民乎。 朝鲜王朝第十九代统治者,萧宗,曾对自己繁忙的生活感叹不已,说道, 自我继位以来,整日为国家大事缠经谢吕,滑发早生,胡须也已斑白。 根据定宗史录记载,修史官一丝不苟地详细记录了定宗曾询问其是否会记录定宗许好基求一事。 在太宗史录中,甚至连太宗所说的切勿让修史官知晓此事,都赫然记录在册。 国家历史记录中,为何包含君主最为人性化,甚至是最为薄弱的方面呢? 这切实地反映了修史官,力求,事实求是。 坚持不懈建立真实,客观记录的努力。 这体现了朝鲜王朝的精神,即尝试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意识治理国家。 甚至是沦为暴君,为人所候并的燕山君也曾说,正独位是知所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